却立马又阴阳怪气道 托你来 果然是眼睛坏了 挑人的眼光都不好 当初 虽是她是无意救了我的命 但始终 我欠她一份人情 说吧 什么事 等宋兰说完 薛阳哈了一声 你们放着你们的人不用 让我们去截获 她亲手把宋兰头上的头套拽下来 而后又斜斜地对她笑 则 我可是提醒过小星辰 你们里面的人 可是有一只好大的蛀虫 这是我硬了 但人情是人情 我们活儿也不能白干 截了的货就是我们的 宋兰皱着眉头 但需要留一部分 我们要查样 薛阳眯了眯眼 查样 而后的结果就是 薛阳不仅在海上截了温若寒的货 还绑了送货的金光瑶 摸清了金光瑶此刻药剂师的身份后 又要着高价要温若寒掏赎赎金 消息传来 气得温若寒又摔又砸 本就损失了一个仓库 现在紧赶慢赶赶出来的货又被截了 被魏无羡弹出再高的价 又有什么用 蓝旺基和温竹刘当差时 哪接二连三出过这样的事 气晕了头的温若寒 在不夜天气的大喊 蓝旺基呢 温竹刘呢 还有魏无羡 都给我带过来 温竹刘在地下实验 当了太久的金光瑶的试验品 已经彻底废了 面对温若寒的指令毫无反应 而蓝旺基手脚并练 行将就木斑 被魏无羡牵引着上前 早已不见当初身为蓝旺史时的风采 魏无羡看着面前明显暴跳如雷的人 目光平静又忧测 主上 您找我 温若寒抖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两人 但更多的目光是聚焦在蓝旺基身上 蓝旺基也近乎是麻木地垂着眼眸 这几天的强制阶段已经出见成效 但也令蓝旺基体重锐减 现在的面色更是苍白 而毫无血润之色 看起来确实可不 那日 几乎都快要被蓝旺基掐死的魏无羡 但稍稍透过气候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挣扎着爬起来 冲过去把整个人都软跪下来的蓝旺基一把抱住 蓝旺基没有推开它 却一直说着 对不起 它的身体还是抖 气息依旧在癫狂中徘徊 魏无羡红着眼问它 你想注骨射骨是不是 你想要是不是 蓝旺基咬着自己的唇 浸出血又强迫着自己摇着头 魏无羡用力捏开蓝旺基的尺 又让它咬上自己尖 整个夜 黑暗又痛苦 它们坐在地上对面相拥着 魏无羡也一样承受着蓝旺基是咬的疼痛 它被蓝旺基抱得很紧 咬至鲜血淋漓还不够 它紧紧地抱着魏无羡像是抱着自己仅有的所有物 不能放手 也不敢放手 但明显的 魏无羡似乎已经很是虚脱了 烂骨红之中 白骨镯带着血色 但它似乎还能开玩笑 它摸着蓝旺基那终于平静而合上去的眼 蓝湛 这一夜 你必须得好好活着补偿我 魏无羡窝在蓝旺基怀里 也在歇着身 它其实真的好想去清理 它不想让蓝旺基醒后 看见它满身的狼藉 但蓝旺基牢牢地抱着它 它根本出不去 一夜的癫狂与劳累 魏无羡也着实疲累 它终于是忍不住扎在蓝旺基怀里睡了过去 直到它醒来睁开眼 它已经不在那地板上 而是现在柔软的被子里 又是空荡荡的房间 它惊慌失措地猛然起身喊出声 蓝旺基 可思雅的嗓音与后庭撕裂的疼痛 又让它倒下去 它单手支撑住 另一只手又去撩被子 面色苍白的蓝旺基 恰时推开了门 魏无羡像是定格了一样 它看着蓝旺基 突然一个枕头就砸了过去 蓝旺基没有躲 它听着魏无羡朝它喊 我看不见你 你都快要吓死我了 知不知道 蓝旺基的伤腿还没有好透 它快步也快不到哪里去 但它还是急切地来到魏无羡身边 魏无羡一把抱住它 语气又软下去 你去哪了 蓝旺基心疼地摸着人 楼下厨房 魏无羡恩了一声不再问 它紧紧地抱着蓝旺基 蓝旺基垂着眸 片刻地寂静后 蓝旺基突然对它说 魏英 把我关起来戒断吧 魏无羡惊恐地抬头看它 蓝旺基的手指轻轻摸上 魏无羡的脸 它目光垂落 魏无羡的脖梗上 还有它狠狠掐上的狠 它不敢想 它竟然把她的爱人 如此地狠狠遭见 蓝旺基心中全是痛 比发作还要疼 而魏无羡还看着它 关 蓝旺基眼睫轻轻地动 它一字一句慢慢地开始说 我已经提前给你 做了一周的素食 就放在冰箱里 加热的电饭包 我也给你单独拿了出来 但你想喝汤 需要等一等 如果我没出意外 等我出来后 我给你做 魏无羡突然就紧了神 它紧紧抓着蓝旺基 意外 什么意外 出来 你去哪 蓝旺基抿着唇 庄园地下有一座私域 把我关在那里就好 已经备好了干粱与水源 不用担心 魏无羡反问它 不用担心 哼 不用担心 然后呢 把你关进去 不管不问 自生自灭 阶段成功 皆大欢喜 如果没成功 你是不是就决定死在那里 蓝旺基看着它 我不会轻易放弃 但是昨晚 蓝旺基也几乎是红着眼睛看着它 使命中有成 信仰与你并重 痛的人可以是我 牺牲的人也可以是我 但绝对不能是你 我不能拿你当代价 魏英 我不能 你知不知道我昨晚差一点就要了你的命 魏无羡把蓝旺基的灵口拽着下来 同样红着眼 那我就用命和你赌一场 请拿命赌 命由你定 蓝旺基 我告诉你 你要是死了 我给你陪葬 魏无羡的声音震笼发聩 蓝旺基心脏刺痛 忍不住攥紧了魏无羡左手腕 看着他道 胡闹 魏无羡也不甘示弱 到底是谁先胡闹的 到底是谁先发疯的 魏无羡一字一句问着他 我都齐了 为什么讯息好几天都过去了 石沉大海一样 连个响都听不到 上面再没有速度 也不会连个反馈的效率都那么低 发讯息时 你当着我的面 瞒了什么 蓝旺基 你自己心里清楚 蓝旺基颤抖着唇 说不出一句话 魏无羡目光越发坚毅地看着他 嗓音却带着气 我知道 把你送出去 要冒着多大的险 你怕我折在这里面 你觉得 为了你的命不值得 你心中任务与我并重 难道我不是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 当我知道你的身份时 我有多开心 我又有多难过 蓝旺基紧紧抱住人 魏无羡在他怀里哭得嚎啕 他嘶哑着音问他 就真的没有办法吗 我劝不了你离开 但这场阶段你真的能挺得过吗 蓝湛 我害怕 蓝旺基低头吻着魏无羡脸上的泪 重复着会有办法的 我能挺过去的 魏英 你别怕 地下思雨 魏无羡自是不会让蓝旺基一个人进去 那里阴森潮湿 蓝旺基也自不会同意魏无羡跟着去 你很厉害 你说得与你 我应该关系你 你不下席 你不下带吗 我不下席